其實郭董 阿明 阿明又回來了 阿明再打一場 不是候選人的總統大選 他現在到處說 我現在不是候選人 我現在也不代表任何黨 所以各黨我都可以接觸 各這樣的政策 我都可以提出 所以金門會 其實大家都只看到郭柯河 因為那天晚上 甜甜蜜蜜語 山盟海事 第二天算了變成是 所以大家只注意到郭柯的關係 卻忘記了 其實最重要的一幕 是郭台銘遞交了和平宣言 給賴清德 他在證明一件事情 只有我郭台銘 才可以跟賴清德對抗 所以今天還傳出一個消息 已經是不只郭台銘出來了 連曾馨儀之前 最反對他參選的是誰 就是他的夫人曾馨儀 今天爆出他三個小孩 說我們要重視小子化的問題 我們要關心早產兒的問題 這個剛好是 國民黨最缺的兩塊選票 青年選票跟婦女選票 由曾馨儀帶領 我要問一下侯友宜的老婆 侯友宜夫人 侯夫人 不要說老婆 侯夫人是誰 在場可以說得出來嗎 柯文哲至少大家都知道 陳美琦 侯友宜的夫人是誰 他多了一支牌 叫做曾馨儀 曾馨儀的網路流量多高 那不比郭台銘差 所以如果未來他打一場 不是候選人的總統大選 連我的夫人都 曾馨儀都挺我 願意站出來的時候 他可以連雙頭進行 一邊搶婦女票 一邊搶青年選票 不要忘記了 他去金門不只是去迎城隍而已 他還去金門大學演講 他回台灣也要到處各大學 去談所謂青年創業問題 這就來啊 我這個聲勢不斷的照 我去苗栗的時候 苗栗的立委候選人 國民黨的會不會去 會啊 都是學生的 我在大學怎麼可能辦得出場 立委候選人哪有辦得出場 絕對辦不出場 我郭台銘去拜一場 把年輕人都召喚出來 我一定去拜票 一定去拜託嘛 所以郭台銘 不斷的會有國民黨的小姬 站在他旁邊 而且不違反黨紀 不是藍白河 現在大家還說 不能藍白河 沈富雄說藍白河 要開除黨紀 藍白河要開除黨紀 誰先講的 是朱立倫先講的 先把朱立倫開除好不好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郭台銘這樣一番的肇事 其實在等待兩個時機 不要忘記 徐曉晴前陣子 昨天吧 昨天講說 侯友宜這樣不行啊 你要認真選舉啊 要選就有決心 跟蔣萬安一樣 把市長 新北市長辭掉 我要問侯友宜 除了新北市長 他還有什麼 他不敢辭啊 他一定不可能辭掉 這個新北市長 如果國民黨說 你的民調繼續這樣低下去 你必須辭掉新北市長 才能參選總統的時候 你覺得侯友宜會怎麼選擇 我現在的位置坐得好好的 那我乾脆 我就不要選總統了 我不會講投空嘛 我心拍子運的嘛 所以郭台銘 其實不叫做換侯喔 其實是要逼退侯友宜 逼退侯友宜意思說 我就15% 我心拍子 我要吃一人真酸 我還要死掉新北市 黨內有這種氛圍的時候 那我幹嘛辭掉我穩穩的新北市 甚至一個不 15%是怎麼當選啊 連柯文都比不上的時候 你怎麼當選這個總統 如果為了一個國民黨的總統大選 是為了黨喔 他是為了黨去出政喔 結果我要把我的新北市也不見了 然後我的政治前途都不見的時候 我會怎麼想 不然郭台銘來做政給我做副的啊 他沒了啊 後來是你郭台銘的啊 所以郭台銘在逼退侯友宜 而不是換侯 我要講的是說 大家不要忘記以為選總統 真正快樂爽的是那個當那個總統 當總統很辛苦 你看蔡英文多辛苦 每天被人家罵得要死 當總統最累就是當總統 所有選選舉政治人物 這些小新也知道 巧克力委員 巧克力委員也知道嘛 選舉最爽啊 那個眾人擁戴 選舉很累 人家那麼累 累到都瘦了 叫人叫三個位 總統好 總統好 那個多爽 那個是郭台銘過去 所沒辦法享受過 那市場造勢 他在眾人擁戴裡面大出場 站在眼台 他下面喊總統好 你看他十分鐘不講話 那感動啊 下面的人喊我總統 那感動啊 所以他已經選上癮了 所以獨立參選也是他一條路 他如果獨立參選之後 他左打侯友宜 又逼柯文哲 最後喊氣寶 這個是他的策略啊 所以獨立參選 也是一條路的情況下 他會不會繼續選下去 我覺得一定繼續選下去 好 易善哥剛才講那一番話 終於幫我搞清楚一件事 我這兩天一直搞不清楚 為什麼國民黨中央 不給郭台銘 那十三個挺他的立委名單 我後來終於搞懂了 因為郭台銘 如果是真的要服選 國民黨立委 不應該挑那十三個立委啊 應該是七十幾個立委選區 因為他說 我現在是藍營的公共財 我全部要幫你服選 為什麼他偏偏要挑 那十三個名單來服選 不能先有黑名單出現 這對 腳委員講對 兩個部分 第一個 他給我十三個名單 我就知道那是哪些人 沒支持我了 而我認真只服選 這十三個挺郭立委 會產生什麼結果 郭朱立倫跟侯友宜 最擔心的狀況就是 郭台銘 服選 你不能拒絕他服選啊 服選一次 服選兩次 服選三次 服選到這十三個立委 總統變成知識柯文 折禍郭台銘 那國民黨的事情就大條了 還有更慘的 叫做吃好到修補 簡單來講 這十三個 都擲過去了 這十三個 有資源來了 幫我 郭主任幫我站台 又有媒體曝光的機會 對不對 我就說 其他挺猴的人 這時候大眼 鄧小眼 為什麼他挺猴友宜 背著對待是這樣子 朱立倫也對我們 不聞不問 人家是不離不棄 我剛才就講 吃好到修補 口耳相傳 大十三 十三個人 不是那個基督教的 十三個門徒 是背叛 十三個人是一個開始 接下來就是二十六個人 最後全部變郭柯的子弟兵 聽大家 那麼挑撥離間郭台銘 跟侯友宜的關係之後 我必須說一句公道話 一句話說明郭台銘的心情就好 您明正還記得嗎 南投國民黨立委補選 最想去幫他補選的人不給去 最該去幫他補選的人不願意去 最想去的人叫郭台銘 最應該去的人叫做侯友宜 很簡單嘛 如果按照今天這樣子 有講到說 郭台銘跟侯友宜之間的溝通 現在的科技這麼進步 我不知道他們兩個是不是用AI溝通的 你知道嗎 現在的科技這麼進步 請再給我們評判一下 給我們看一下 郭台銘到現在 為什麼是這樣的一個動作 為什麼到現在兩個人 你知道那個見面是什麼意思 見面 郭台銘帶著柯文哲去金門海邊 指著天上的流星看流星對不對 那個畫面 他們講什麼都不重要 因為不管他們講什麼 我們都會懷疑他們是不是要郭柯配對不對 給你無限的空間就是要裂解你國民黨 你國民黨的支持者 跟國民黨的這些政治 看到他的份量跟看到他的能量 跟看到他的照片以後 你們不會覺得 他可能要做一些做什麼東西嗎 所以事實上也是裂解你國民黨 到今天你還在告訴我說 那麼我問你 因為侯友宜見了這些人以後 不是把他們的照片都放在 包括管中民 馬英九 包括陳聰 包括毛澤國 放在臉書上 放一個郭台銘的 讓我們噴噴一下 放一個韓國瑜的 讓我們噴噴一下 放一個何勝峰 讓我們噴噴一下 這些該見的 沒有 也放一個張榮衛 讓我們噴噴一下 這些該見的 應該見的應該拜訪的 這些被你們國民黨 今天朱立仁說 牛鬼蛇神我 是不會講的 不過他沒講的是 有人講我旁邊的人講的 對不對 問題在於說 你為什麼不趕快去 拜託這些人 你明知道 孫季無策夫 多少算到 加加加 減減減 你現在做的事情都在減 而現在郭台銘 越來越來越行情越好 剛剛易善峰講出一個 非常可怕的數字說 如果現在做郭台銘的民調 搞不好會直逼賴清德 我建議就直接再做一個 直逼把郭台銘 賴清德 侯友宜 客運這四個一起做進去 看結果會怎麼樣 結果會怎麼樣 就可以告訴國民黨 跟他的支持者 到底真的是不是 他們嘴巴講得那麼團結